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加油站 然后都有配备公共厕所 车辆维修 餐饮以及小超市 咖啡厅等等 整个这个配套跟在咱们中国的高速公路是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京港高速正是中简一带一路框架下高质量合作的项目 正式开通后呢 走渡京边 京剧圈和节目在最大的深水港口西哈尔特港 降低了物流成本 带动了沿线的经济发展 那这样子的话 从京边到西港需要多久呢 如果在高速的话 我们从京边到西港鲁克港 则需要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对 比原来节省了整整三个小时 现在我迫不及待就想去到西港 庆祝体验一下 查看 我们会不会再回到西港鲁克沃 我们会发现的是在子港鲁克里面的地方 从小叫出地的四月 啊 哦 哦 面试看也八点 那天 就因为他对面试看来没得到 那天还能够找他得到ETC 哦 所以我们跟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胡佑成 是京港高速的印尼中心的工作人员 那我们京港高速公路是如何收费的呢 我们京港高速是支持ETC 自动缴费 也支持我们现金支付 也可以是移动支付 哦 那我也知道一个好消息 就是说京港高速公路开通的第一年使用ETC会有折扣的 是的 由中国路桥投资建设运营的京港高速公路 将于2022年10月1日通车 京港高速公路是中间两国多年来友好交往 务实合作的生动成果 祝梦者十年一起向未来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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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